Hello, 大家好, 我是魚波 現在在屯門輝哥 剛剛吃完雞腿 大家有沒有試過自己一個 萬無目的駕駛車 這個片頭是否令人懷念呢 我好像用了幾個月之後 就沒有再用這個片頭了 今天這條片做什麼呢 在我以前直播的時候 我都會多不少分享一些自己的事給大家聽 趁著這個一萬的訂閱 就好好一下介紹一下自己 上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這個頻道會出現 因為這條片某程度上是有點交流的關係 所以話題會飛來飛去的 大家覺得眼睡的話可以 閉上眼聽我講故事 話說為什麼會有這個頻道呢 就要講起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在上年11月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以下我叫他做 阿恩 阿恩和我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和他認識了很久 當中也有很多錢銀的瓜葛 錢銀的瓜葛 是指大家的錢銀上 溝通都沒有太大問題 都覺得是一個可信任的人 當時大家談好了 就說不如一起建一個YouTube頻道吧 一起找些東西拍下 這樣 就組了一群人 打算 就當作微辣 等等 因為以前也有 夾粉過租這個租這個租那個租 我也覺得他是可信的 就一起 同意的情況下 就搬一個大一點的工廠 因為他住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而他上班就在九龍 所以他那時候 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不如 租大一點 順便一個工廠 可以有人睡覺 這樣 就方便他上班 而我有時候累 我都可以在上面做一下 那好景不常呢 租約就是我簽名的 當租約15天之後 他就因為一些原因 就決定不再租下去 初一開始都沒有炒大禍的 初一開始他說 不租 都說很想幫我 在背後拍攝 一說到這些事情 一定沒有朋友做的 所以就跟他沒有朋友做 那這個一班人的頻道 就搞不成 studio 也都租了 在我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的情況下 我想了很久 想了很久 我就決定 自己一個人 搞youtube頻道 也就是魚波 搞的原因是非常簡單的 既然studio 都要交六千元租 而且要我自己一個人交 那不如就自己拍吧 應該都可以搞的 所以你們就會看到我youtube頻道 裡面 的第一第二條片 也就是很初心 很幼嫩的煮食片 於是為了交租的關係 我就決定去做外賣車手 也都買了一部電單車 也就是mary 也就是大家看到第三條片 我跟mary之間的關係 沒錯 它就是三洋的 Nio Vita ZR 150cc 它是屬於第五代來的 因為我本來的頻道 我都是想著拍自己的東西 多一點 包括 飲飲食 煮食 或者說說說一些 我自己日常生活 教一下有趣的事情 都沒有想過做電單車 那一陣子我記得是冬天 在鐵騎館 吹水區 有一群人 幾乎每兩天 就試一次車 就經常都問 怎樣可以救著這部車 怎樣可以不推撻 於是這我就出了第一條推撻的影片 會為大家示範三種基本的推撻技巧 那我們邀請他出來 也都放了上鐵騎館 就作為叫做 分享一下我的知識 看看幫到多少人 得多少人 就是這個位的頻道 就開始多人看了 如果大家記得mary那條影片 我曾經說到傳動炒軒的聲音 在mary維修的時候 因為要開工 我就問了我的朋友 借了一部FORCE 也就是大家看到FORCE 自奇的影片 原來這麼厲害 是用來感用的 哈哈哈 有很多朋友問 學牌 怎樣出車 學牌 怎樣考牌 怎樣學車等等 我就出了一系列的知識型 一些的影片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學車 那些教學片 我叫做教學片 之後當我一邊做一邊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 在我那一刻 以我意思是那一刻的我 我沒有想過電單車片 是可以多人看的 所以也都出現了白沙灣那條片 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這個頻道由頭到尾 我都想拍自己的東西多一點 所以在開頭 我有很多 有關自己個人的感受 就直接放在影片裡 完全沒有太多顧忌 之後又巧巧 在Merry打柴的時候 我收到一部 Merry的零件車 也就是大家看到Studio上面那堆的物品 所有的影片 我都是很隨意 沒什麼想法 只不過剛巧做開那樣就拍那樣 有的時候那堆所謂的DIY片 噴鈴 噴鈴 噴鈴是沒什麼人看的 因為那一刻我在想 其實一些改裝整車的東西 其實一部電單車正正常常 真的不是經常要整的 既然又拆得開 那就不如順便拍影片放上網吧 同一時間我的頻道 越來越多人看 就開始定義了大家所謂的 魚波等魚電單車頻道 當然我每日生活開車都離不開電單車 有一班車友叫我去玩 有MX Club 有一班車友有出車 有這條Mario的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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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自己 晚上敢不敢一個人 都會叫爽一下車 我叫爽車 那你們又會見到一系列這一堆的影片 很多人都會以為 或者一些後期加入一些觀眾 都會覺得 魚波立志想做電單車 所以出現Studio 那這件事就錯了 其實我是因爲被人撩起了 因爲跟朋友夾租被放棄被拋棄的情況下 我才會隻身一個出來做Youtube頻道 因爲我自己拍的影片 我自己沒什麼idea 和沒什麼所謂 好像小林說我 魚波是一個有求必應的人 沒錯 大家在下面留言想看什麼影片 我就會拍什麼影片 那一期我做很多DIY改裝的影片 那下面的朋友就叫我出DIY和改裝的影片 然後我就一路拍一路拍一路拍 都沒什麼所謂 或者沒什麼想法的 而我一路做這個頻道的時候 我有件事是非常後悔的 就是我很後悔出樣 是的 出樣 因爲自問自己不算很帥 外觀也不是很討好 我亦都知道自己的樣子 長得有點黑面 或者總之不是一個好的面相 但是因爲第一第二條 第三條片出了樣子之後 我就發覺回不了頭 我不可以再戴頭盔 所以其實我有時 我都很羨慕Monkey 或者很羨慕小林 是可以戴著頭盔 所以我的生命就好像被命運所操控 又被朋友撩起 又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做就了我這個頻道出現 所以相比起其他人 即是無論二輪也好 或者這個世界的人也好 他們可能拍著胸口拍著桌子 說我要做頻道 我要分享自己的世界 其實我不是的 我真的不是的 所有東西都是被命運操縱的 雖然我說到這個位置 但我也很感謝每一個 喜歡看我頻道的人 雖然被大家覺得我是一個 電單車頻道 我都控制不到 只不過而我的影片 拍出來的定位 又真的好這件事 你們這些意見 才會造就某一些影片的出現 例如250Malo的試劇 我知道一直以來 會有很多人都很想幫我 一起拍片一起勝 我真的很抱歉 其實是我自己的心 不可以 即是當你自從 被一個最好的朋友 跳起了之後 又真的沒有什麼動力 和沒有什麼信任 還很難去信任 我想這個是我還需要時間去 治療的一個位置 我也都很開心 平時每一個觀眾 會在街上跟我說嗨 那些 尤其是在觀塘人 每天看到我出現的 你們會很樂於跟我聊天 很關心近況 所以你們在街上見到我 如果我不是真的忙得很緊要 或者我狂奔緊 你們真的可以折下我和我吹水 我都很樂意 我對做Youtube這件事 沒有什麼很大的期望 有時候我都會把這個Youtube頻道 變成一個和大家交流和聊天的地方 你們可以分享你們的知識給我 我亦都可以分享我懂的東西給大家知道 至於說回Ann先生 亦都要很感謝Ann先生 你這樣笑起了我 有一班每一晚 聽我叫春的朋友 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叫春的 叫春的原因不外乎 都是因為一大堆 一大堆過去和一大堆暗黑的經歷 各位 學習一樣東西 大家記得 入到隧道要用低燈 行車 像我一樣 如果有燈鍵的話就關掉它 做一個良好的駕駛者 不要射到對面 出隧道記得開燈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我還沒炒車之前 我是 畫劇導師 Cross 這個特約演員 但自從我炒車之後身體很差 我就沒有再去做特約演員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的腳 我的腳站得不久 一些都是炒車之後 所引生的問題 總之我做不成我的演員 很多人看我的頻道 講夢想的影片 可能很多人會誤會 我魚波想做一個成功的Youtuber 其實不是 我很想跳回我演員的圈子 繼續在電視電影上出現 有一些明眼的觀眾 曾經過一些圖 告訴我 這個是魚波 多謝你們這麼細心 不過這些已經過去了 這個才是我終極一直以來想做的事 當然Youtube 一直做 我都覺得興趣上是可以的 我都很樂於 分享我的事給大家知道 我亦都覺得是一個 我的小小的舞台 如果 真正Stage Drama 是我一個舞台 馬路上是我一個舞台 那Youtube這個地方 就成為我下一個舞台 當然廚房也是我其中一個舞台之一 你們找不找到你們人生自己的舞台 這句是問大家的 當我頻道人多的時候 你就會漸漸發現 其實很難再做自己 因為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任何風格我都沒有所謂 大家不同風格都見過 無論是一些感受多一些 Lokal 無聊一點點 NO 嘆 嘆 嘆 平板 笑點一點點 沒有 對不起 下跌 你膏了這麼多 反過來 不要 瑢 或者是剪接過多一些 真奇怪的亞瑢 我想很多 封教都做過 試過 威白媽 horror 的車子 他立即放下手上的蘋果槽 我不知道大家會比較喜歡哪一種 最初我一直以為可以好好在鏡頭上做回自己 在YouTube世界上一件很開心的事 但我漸漸發覺原來這件事是很難的 這就是現實 其實我做演員很理解 知道觀眾對你有什麼感受 會帶來有什麼影響 我很清楚了解 但對於我這些日常生活 或者我在場地上經常都要戴著面具的人來講 我當我的YouTube是一個自己的地方 可以好好抒發一下自己的感受 或者想法 我開始發覺是不可以的 這也是另外一個覺得迷失的地方 開始這個頻道多人看你就要接受 其他人對你的期望 是有點壓力的 很難再好像以前一樣隨心所欲 結果做任何事每一步都要很小心 和長度真的不太適合拍片 嘩 總之避震片都不夠那麼多了 嘩 剛才在觀感 是的 大家有時候看我皮車皮得很開心 其中有一條我覺得皮得最厲害 應該是這一條影片 我猜是沒有什麼人會看過 沒有什麼人會進去看 後面有一部分類似Mario賽車的東西 就是 當我嘗試把香港玩車的另一面 塑造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發覺我真的要小心一點 話說 在觀塘 有一次我駕駛400Mario 我入了Robot 做什麼時候入Robot呢 當SIR就折下我 走過來 說 魚波 你的頻道的影片很好看 加油 努力 然後他圍著我的車看了一個圈 他說 你今晚是不是又去做夢呢 然後我說 不是啊 我開車回家而已 他當時是有聊天 有說過嬉皮笑臉 然後他就說 發這麼多夢不好 小心夢為 知道嗎 夢為 哈哈 夢為大師 因為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SIR 他說 你的車我年輕都開過 我知道你的車改了什麼 然後我隨口說了一句 我說 我的車改了什麼 你能不能說出來 然後他很快就能說出 我的車所有改裝的零件 可能一些新一些的觀眾 就這樣平時看我開車 不太看到我的車似什麼 但而事實上呢 如果我被人勾車 我要飛紙仔的話 我會死得非常之慘 這部車 慢慢我就知道 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這個頻道多人看 就很多事情要顧忌 總括來說 我和大家分享這麼多 只不過是 嗯 我不知道大家 理不理解一個 我的Youtuber 雖然我沒有當自己 Youtuber 我當大家只不過是 一群朋友去對待 但而事實上 你把東西放得上網 就要 遇上了很多聲音 加上我個人 感覺可能比別人 好像不開心一些 又會扁嘴 這樣 說明一下 我拍這部影片 我沒有不開心 只不過我用一把 我正常的聲音 和大家聊天 用一把自己的聲音 而不是平時 大家看到 Hello大家好我是余波 而不是這把聲音 不知道呢 這部影片 可能是我 最後一條 可以這樣感受 或者發表我意見的 影片 因為將來的頻道 愈來愈多人看 我需要 承受的東西 只會愈來愈多 我很感謝一路上 有很多支持我的朋友 因為 始終真心的 可能我二十多歲 我真的未夠成熟 我對於一些 處事上的 圓滑的地方 我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有很多 年紀比我大一些的觀眾 他們會PM我 關心我 和我聊天 當我是一個 後輩去對待 我很開心 很感謝 我知道我 還有很多地方 要學習的 也都 多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提點 還有一班 真的當我是朋友的觀眾 在IG上 盡情和我聊天 我都 我和大家聊天 我都覺得OK的 我知道有一些 年紀比我小一些 更加小的人 對於什麼DSE 前路等等的東西 有任何的困惑 你們 你們 很樂意和我分享 我也很樂意和你們 分享我的故事 是怎樣 都很嘗試盡力 當每一個人是朋友 去聊天 分享我的喜悅 喜怒愛樂 就正如有一些 觀眾很鼓起勇氣的 嘗試 若如波出車 或者嘗試 找我去看車 或者買零件 如果我真的抽到時間的話 我都會和大家出來 因為我相信一件事 可能因為我見得到 醜惡的人太多 我會盡力嘗試 維持一夥單純的心 去和每一個人相處 或者就算我拍每一條片 都是本著我的想法 哇 男女 認到你了 我都嘗試本著我的初心 去和大家聊天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朋友 會繼續支持我 多謝黎律師 多謝劉律師 很努力地處理我的單官司 對 因為我那兩個律師 都有看我的頻道 他們說明 一進入到司法階段 單案是不方便說這麼多 如果有機會 兩三年之後 單案完結了的話 我就告訴大家 發生什麼事 各位等我一會 清水灣道 等我一會 快點 不要 我們都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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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這個人踩著線這樣開車 很危險 接下來一萬訂閱之後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繼續努力 繼續保留 保留著我的初心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活 分享我的事情 剩下單白 晚上真是晚上 好,感謝各位傑傑 發抖站了 好,感謝大家